复旦邦最重要的是江家起来的, 当时在整个上海叫陈云庚政法委书记,那是个老炮。 再一个大家记住,王沪宁,绝对是个高人。 复旦邦,不一定是复旦大学毕业的, 吴征、杨岚、孟建柱、孙力军,百分之百都是复旦邦。 江泽民老大,王沪宁老二,然后是江棉康、江志诚, 然后就是沈南鹏,然后是马云,然后是郭广昌, 张首胜就更是了,韩正是百分之百是。 复旦所有的起义,是在曾的时代把它扶起来。 就是曾时代,是把复旦正儿八经地弄成一个中国的第二个清华。 李元潮肯定是,庆红对复旦邦的这种情怀, 就是他培养了中国的第二政治势力, 就是与清华抗争的政治势力。